北區差1400個學額 教局四招維穩 你有過,他有過 這麼小就中港兩邊走 藍衛教育的鬼感受 事關北區的少了學額 在接下來的新學年會差1400個 成為學額短缺的重災區 而教育局 昨晚就和北區的小學校長開會 會後還出先公佈四招維穩 在加班上 我們今早和他們談了 我們預計在來近一年 我們應該都可以加到14班 14班的時候 這14班將會提供420個學額 數下手指,到此還未夠數 全北區107班小一 每班都會加多5個學位 到時會增加535個學額 如果加班之後 剩下的不足的學額 我們只可以靠去大埔區借 來個小學數學題 將三條數加起來 雖然暫時解決了嚴尾之急 不過有400人要跨區上學 說不可以嗎 北區的同學 如果他們被派到大埔區上學 我們會盡量在北區上 跟他們找個學位 如果是跨境學童的話 就沒有這個安排了 不過有議員就批評 每班加多5個人 會令小班變大班教學 從而會影響教育質素 在北區上學 在北區上學 在北區上學